羽毛 我其實沒有一個很固定的創作模式 去每個新的城市 都會有一個新的感觸 那在那些新的感觸 它會觸發我的靈感 但是不見得是城市本身 比較是那個vibe 所以我就是跟著我的心情跟靈感去走 創作營很多是在吃 人與人在現場當下那個氛圍的互動 這次用線上去做 我不知道會不會也有辦法有達到我那樣子的感覺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不一樣的 I don't know, we'll see 創作蠻無國界的吧 大家都有注重到互相要respect的每個人的想法這件事情 我這次是蠻跟著不管是製作人還有其他songwriter的氛圍 順著那整個氛圍走 絕對是有文化之間的碰撞 也就是我創作的角度跟其他歌手跟製作人的角度 中間所交織的一些火花